伏仁艾被爆出婚内出轨事件后 在日本的风评变差 随后转往中国发展 近期他频繁更新社群 分享了许多在日本生活的日常点滴 然而内容却不时引起争议 日前他在吃瓜子时 播口说出自己有着一半中国人的血缘 让一些中国网友忍不住炮轰 明明父母都是日本人 却因为想讨好中国赞助商 而说出这种言论真的让人很无语 影片里的出真意后 并没有影响福元爱继续拍摄影片 似乎是在未成为直播主铺路 近日他再次更新影片 分享了自己喜爱的四款口红 并表示口红对女生非常重要 也推荐了一款自己觉得心机很重的口红 因为素颜擦起来就像化妆了一样 可以让皮肤变得透亮 福元爱也在留言区补充到 自己初次分享口红表现不是很专业 但他会继续努力 获得不少忠实粉丝支持 感谢观看